後來看到手環是寫李宗瑞的派對 我要講的那個部分,當然不是講主播啦 是要講主播,這是題外話 看到那個部分,我們目前不講說 這新聞很怪,這聯繫好怪 他們一大早就在那邊吃早餐,我們去訪問 然後結果我訪問他,他說要吃早餐怎麼樣 然後結果我說我昨天住在哪裡 我覺得那個新聞製作的那種方式 我不對題,明明說要吃早餐 我期待說他要去吃什麼 結果他說他住在帳範 答非所問,那這個都不是那個重點 他就講說都是垃圾 我怎麼沒有看到垃圾 你有參加去年的海洋音樂器的請舉手 他弄我提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原因是什麼 那天為什麼會去做Live連線 一定是長官派他去的 為什麼會長官派他去 因為那天我在臉書上面也看到這張照片 我也看到這張照片 他想說海洋音樂器第二天 然後滿部都是垃圾 然後結果很多人開始罵 當然環保館體有些人開始罵 他說你看,就不應該辦海洋音樂器 你看,這是對海洋的傷害等等等等 就是這張照片 對,我那時候看這張照片看好久 哪裡不對勁 可是你PO出來的訊息 對啊,有人PO啊 然後就有人開始想說 海洋音樂器是不是有必要 要去開始做這樣的工法 各位,你看到哪裡不對勁 哪裡不對勁 公主 哪裡不對勁 有像體力嗎 垃圾台都會有像體力 垃圾上面的字 對,垃圾上面的字 垃圾上面的字 好像不是在台灣 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第一個看到 垃圾那個也是英文 對,那個好像是吹氣的那種加油棒 對 我,這個我去年 不是那種 那是去年 沒有看到那種那種 那邊也有 那邊也有 對 那個可是某個樂團的加油棒 我覺得 我那時候看 他怎麼穿這麼多 第一個,海洋音樂器應該都穿比基尼啊 當然不是因為我男生 所以我就這樣 我說 以我的印象裡面應該是很多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怎麼穿這麼多 這個如果是清晨 當然 如果是清晨當然有可能比較涼 可是 除了衣服穿比較多之外 第二個部分是 但是 我們穿衣服 每個年 每一年每一年都會改變 有沒有合乎 有Fashion 有Fashion 有沒有 有沒有很Fashion 有可能沒有啊 看起來就不像啊 這個樣子 這種派格好像不像是當季流行的啊 我就覺得很怪 當然有人講說 嘿 科倫是在台灣 搞不好 是在印尼啊 蘇美島 或是哪個島 或怎麼樣等等啊 什麼風溫怕氣 或什麼之類的 有可能 所以我就覺得 對你沒有說他真的是共僚 各位 在共僚 最明顯的地標是什麼 和四頭 啊 和四頭 對啊 所以你應該會看到和四啊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和四 怎麼還有陰介啊 有看到嗎 和四現在有陰介嗎 和四現在有陰介嗎 他們就偷偷的要給他運轉 那還有陰介 對吧 所以你看 的確是和四 的確是共僚 和四不是去年 現在很多人會拿 觸合照片來物資 可是我們在照片裡面 可以去判斷 那是我們一般民眾 可以從那些東西去 去判斷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可能 可是連記者 在派去做Live 然後結果就鬧了 這樣的一個笑話 好 那同樣的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從那個細節裡面 去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部分 我覺得 從摩歇判斷那個訊息 是可以來做這個部分 原始圖片 你可以上網開始去查 原來是2007年的7月9號 原始的圖片就在這裡 你可以破解它 你也可以慢慢的方式去找 可以找到原始的狀況 是這樣子 對啊 2007年 可是 當你把它扶持到2012年 對 不講你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不講觀眾也不知道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的去看 還真的可以看到出一些 對不對 那當然重要的是 3月9號我們要去凱道 這個很重要 講到合適 講到邏輯的問題 前幾天 那時候 剛好要拋出 要公投 行政院拋出 要公投那個議題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在講這個事情 想說 嗯 一彈